已经知道A向量长度是3B向量长度是2 如果A向量与B向量同方向是求AB内积 第二小题如果它的夹角是135度那一样要求内积 好来同方向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长这个方向你也长这个方向 所以我们的夹角呢就是零度 好那我们要求内积嘛 内积呢就等于A长B长cos角度 好那A长B长就是A向量长跟B向量长 那你也知道老师讲话都很懒 好来哦第一小题内积 来A长是3B长是2 cosc呢刚有说了夹角是零度 所以cos零度是多少 cos零度是1所以它就等于6 好那cos零度是1呢我相信应该有人已经买记了 买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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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来复习一下 0度90度180度270度 画出单位元虽然不太单位但是假装一下就好了 取它4个点1001-10跟0-1 那我现在要的是0度所以我取10这个点 好那cos呢 r分之xs所以cos零度就是r分之xs r是永远的1来xs呢这边 这边有没有1所以就是1分之1 所以cos零度呢就是1 好第二小题 来一样内积 长度A长B长乘上夹角135度 所以cos135度来cos135度在哪里 就说我很讨厌XA版呢 90度再多一些些多多是多45 所以参考角在这里 1跟号2 第二上线是x的地方加一个负号 好那我的cos值 好cos是r分之xs 所以就是根号2分之负1 好那我把它塞进来叫r 根号2分之负1 约分一下我就可以得到我的答案呢 是3根号2 可以吗